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刑泰超8月25日指出 臺灣目前最猖獗忍悔 暴離的犯罪形態為跨境之通犯罪 其中使用的虛擬貨幣 更衍生出洗錢欺詐 走私毒品等犯罪 他直言所謂的跨境其實就是中國 更有中資遊戲商 一人頭在臺灣成立子公司 地下金流刻數相當龐大 刑泰超8月25日在法務部媒體查序中 在講明臺灣新型態犯罪宴方時指出 跨境之通犯罪是由跨境、加密貨幣、網絡、手機、洗錢、犯罪組織等的六個元素排列組合而成的 所謂的跨境就是指中國 洗錢就是以加密貨幣為基礎的犯罪形式 根據區塊連數據平台報告顯示 來自中國大陸的加密貨幣網址 從2019年4月開始到今年6月期間 向同詐騙和暗網操作等非法活動有關的網址 發送了價值超過22億美元的數字貨幣 同時也從非法來源收到20億美元的加密貨幣 令中國成為數字貨幣相關犯罪活動的大溫床 包括氣炸、洗錢、滋孔、毒品酒師等 在以最近一家台灣人頭公司高層 侵吞中資公司1.8億元的案件為例 形態超表示 如果不是中資公司被迫到台提告背信罪 並提供公司帳目金流 否則這些金額的流向 如何逃漏稅捐 違反銀行法等其實都沒有人知道 也顯示這只是黑數的榮山一角 金額相當龐大 為此高檢署已成立查緝滋通犯罪督道中心 希望能與經濟部、刑事部、調查局合作 採取足大放小的策略 針對下載較多的中資遊戲搜證 並透過線上遊戲後台判斷相關連線 也可能製出窩裏反條款 鼓勵檢舉通報 予以減刑或免刑 請問有本事 無論如何是否還有一物 會有可惡的 麻煩你 提供客的表現 警察 講座